我覺得這個機台非常的方便 因為就是平常家裡如果回收的話 回收車不是每天有 所以當你集到一個數量的時候 又可以過來投 然後同時又有折價券可以領 我覺得非常的方便 這個用心很高 因為它這個耗資很多 很大別的東西去做 用心很高 它回去回收物就再多 就還有很多過程 這個都是人員用心的所在 跟他們用心對傳播的一種概念去提供 那麼良好的政策也是 大家都應該要共襄升學 台南市的智慧回收島 從106年開始啟用以來 受到各界的好評 也很多人的廣泛使用 那一年大概可以回收到100萬噸 那全新升級的重點包括 我們這是可以從以前的8小時的服務 現在變成24小時的服務 那民眾隨時有需要都可以來 來使用我們這個自用回收島 另外呢 它也加大了後端的這個儲存裝置 最多最多可以回收到這個寶特瓶 有4萬隻的容量 另外還有這個玻璃的回收 是全南部第一 一座的這個玻璃的自動回收機 那也歡迎市民踴躍來使用 掌握施政三分鐘 台南進步向前衝 資源永續一向是我們 推動環保理念的一個重要的目標 那很非常感謝我們民間企業 有這樣子的一個用心 能夠把這個寶貴的用地 然後跟我們資源回收業者合作 我記得在我背後的這個資源回收機器 在當年剛開始的時候 他們是從羅馬尼亞來的 所以是台商在羅馬尼亞推動資源回收 相當作然有成以後 把這個經驗帶回來台南 而這經過幾年下來 已經讓很多台南的市民朋友們 非常的接受這樣的模式 把家中的資源或是旅貫 投入這邊的這個資源回收機器 然後換取那個折價券 可以在我們的這個樣販業者 能夠在這邊能夠使用 那我真的非常感謝 我們企業的這個社會責任 以及他們對於環境友善的一個精神 那接下來我相信這個資源回收島 不僅是以前的一個擴大 我相信要把這個經驗 繼續擴大到其他地方 我們台南市政府也將盤點 其他可能的空間 把這個資源回收的概念 越推越廣 越來越好 大家好我是秦碧淳 歡迎收看六月二十八號 禮拜三的中間台南台風新聞 台南市的天高在疫情是最嚴重 市府協調國軍地北軍團 來協助風雨的工作 想要在任地區成功力 跟聯合力量各風險的地區 再度導遊 當時也出動空中導遊的機器 協助風雨天高 和風雨飛行 由於這幾個地方導遊 防衛大約有三百多號 台南市在前 還有新增十三的天高率 比較正面 雷至到現在 總共有七十億的 為風氣已經擴大 市府電區更由巨大地 和鋼造地 讓多化學鳳梯作業 為加強風雨林領 也向國軍吊牌化學兵 給他做噴油工作 市長委託順著限量是率免 雖然這些區域過去已經噴過油 但最近連日落後 一切都要頂頭來過 很感謝國軍出動幫忙化學清銷 體驗了軍愛民 民進軍的進行 我們這個社區已經化學清銷過了 但是為什麼還要再做 因為又下雨 下雨一切都要從頭來 所以真的是謝謝我們國軍弟兄 那平常我們繞軍的時候都說 這個軍愛民民進軍 但今天就是另一個重要的 特別的體現 尤其在碰到我們登革熱的案例 一直出現的時候 我想更是體驗了 這個體會了這個國軍弟兄幫忙 地方幫忙民眾 幫忙我們好朋友 這個台南市的重要的一個 另外一個助記 軍方表示 今天出動四十名兵力 明天會接受五十名的出動 未來也會看市府集園輸球進行調牌 會專立合作地方 完成天高力奉立任務 記者共識委 蔡鳳佛 目前有一萬多人 又在單臺氣管議局 希望能夠現實生命 既美醫學中心 在疫情該方議 連續三天 骨盤選擇活動 來提供正確的 氣管管情的觀念 希望提款民眾 管情氣管的議員 說到氣管管情 其實已經漸漸被民眾接受 不過因為兩三年來 也正在衝擊 民眾參數議員並現減借 經過氣管議室 定入中心的統計 一直到今年六月十日後 全台有一萬九百多位 還價的單臺 不過有接受到氣管的 只有三百二十八位 所以為了分析大家 氣管管情 援受生命的意義 既美學中心 也曾經過後 集結古板 為期三天的選擇 馬上坐坐民眾 來關心志祺 臨時要找那個氣管 是有時很不好找 那現在你如果 有一個那個醫師嘛 就寫出來 就把那個氣管 能量的氣管 在健康是救很多人 各種在修學醫療 護醫院出頭 整個醫生 都做會搶手 起關關鍵卡 希望擺脫病人 有意願關鍵 結果沒有正式搶手 作成親人 反對遺憾 同時 逃過外面 有專人解釋 有優勁政策 也做出拍照打卡 就算咖啡 希望更大關鍵風氣 將人大愛精神 呼籲民眾人 當我們生命 走到盡頭的時候 是讓我們有很多的選擇 那特別是我們可以 勇敢的拒絕 無效的醫療 讓生命得以善終 那另外我們可以 透過這個 簽署器官捐贈 那我們在生命結束之後 身體有用的器官 還可以捐給其他的人 讓其他人可以 重新獲得重生 那特別是我們在疫情期間 因為這個 器官捐贈的 這樣一個人數 比過去是少了非常多 那目前在疫情解封之後 那我們還是再次的呼籲民眾 器官捐贈的重要性 那讓我們這個 還可以使用的器官 可以依愛給別人 來照顧給別人 那這是一種 人類大愛的呈現 那是因為疫情的交流 剛才民眾 同意強勢的比例檢測 相對器官 是不會出事也下降 所以本來表示 所要做的就是 趕緊選擇強勢的腳步 之前有碰到一個外院的 一個捐贈者 大愛的捐贈者 但是因為礙於這個 衛福部的規定 這個病人不能夠 不能夠相互的轉 轉院 所以那個大愛的病人 就沒有辦法實現 他全部捐贈的這個願望 那目前這個疫情已經 這個解封了 所以現在我們大概就是 這一塊我們會在駕緊腳步 事實上大家都有一些 都有一些概念 對於這個大愛的捐贈 移植事實上大家都可以接受 那就是落實的問題 那另外一些外在的影響的因素 大概也會因為疫情的結束 而結束了 一代三年生命不斷線 臺灣新聞 顧恩吉 蔡宏博大 台南四百第一檔的電源 臺灣荷蘭跨海野市交流在電 在蕭隆文化橫区正是定住 市長安慰鐵在開電的第一天 特別前往主持開電的記者會 邀請各位外的朋友來看電源 了解臺灣和荷蘭 在大航海時代 相逢文化的恩情 當海洋相遇 台河跨海藝術交流地點 是臺灣四百第一檔的重要兩點一 為市民帶來專線的藝術體驗和文化感受 不僅能夠帶動臺灣尚且發展 文化恩情以及全球化的活動 竟是回應臺灣古遊動員的觀點 以及文化動員的立宿地點 市長安慰鐵表示 四百年前臺灣和荷蘭 至今已經無犯生意 在這個電源當中 可以看到臺灣和荷蘭 在大航海時代 相逢的文化恩情 四百年前的荷蘭 四百年前的臺灣 經過了多少呼喚經營 能夠到現在 我們要看過去 臺灣三百年的時候 臺南三百年的時候 我們都還沒有出生 臺南五百年的時候 我們都不在 所以在這個歷史的旅程碑 我們為後世留下了什麼 那從過去 我們的祖先 一步一腳印走過來 他們留下了什麼 在這個展覽裡面 我們跟荷蘭 互相在大航海時代的一個 殖民政策的一個籠罩之下 激動出什麼樣的火花 那謝謝各位 藝術家的一個呈現 我們也希望 更多的臺南市民朋友們 以及 來臺南的好朋友們 能夠來這邊 做深入的探討 以及體驗 這次的展覽 邀請到荷蘭一起台南 在地將共六月的出家 一日輸靈魂 建築 巨大空間 科技發展到 自然生態頂多的 藝術家庭 創作出六祖藝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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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 藝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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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還有空間的花店 接下9000間的店家 有很多優惠以外 還有總價值超過30萬的抽象 為了唱將蘇甲到過來 會半年的滷油上去 台南今年市場推出好康券 從7月1號到10月31號 就住在合法的滷館飯店 完成註冊 剛才可以免費桌工車 向有9000間合作店家 所提供的專修優惠 讓收集櫻子抽大獎 市府也省大幾萬機家回來宣團 要請全國民眾把機會都來台南 我們還是要繼續把好康券 好的東西就要跟好朋友分享 持續推動下去 過去就用紙本 當然紙本身不好 比較沒有數位上的過程 但是紙本就是要浪費錢 還有印刷費 但是我們現在採用數位 就減少使用值 還有減少環境的問題 那會環境記憶分析力 也讓許多好朋友 能夠更方便的使用 但是如果有一些速度上的年長者 或是比較不會使用手機的話怎麼辦 我們第一線的履宿業者 各位好朋友就要教他 千萬不要 因為你如果不教他 他說 原來好安全 那為什麼履宿那家 旅館都沒有告訴我 下次他就不來了 所以說很希望說 大家能夠一起去維護 讓我們台灣 這位更好 旅遊的地方 觀光路究竟是 民眾只要在 合作店家掃描 QR 口 完成 在 大 算的 國部和交通 電工旅的任務 可以挑戰 到時 將分配在 九月五號 十一月六號 要挑出三百塊的中行 從價代超過三十萬 上市外當辦法 可以到台南路由旺 那是 2023 台南好康捐的旺 展查順 我們的新聞 顧恩吉 蔡君佛的 有一句說話說 我來揮手的年間 但是真的是這樣 在高雄三民區 有一間學生 就來了一位印度的師父 不只會用四國的語言來感情 和正統古牌的瑜伽 到底我來揮手 是有多厲害呢 我們做回來看看 阿彌陀佛 晚安 Namaste Salamat Pagi Sawadid Kap 師父 你說什麼我聽不懂 對 這是 祝福年 師父你帶去埋通 完美 哪裡來的老外師父 難道是走進了 位於印度的佛寺 讓香客驚訝的是 這位師父還會四種語言 國台語都會通 這還不算什麼 終點是 他還能教你做瑜伽 他是一位就是世界知名 而且非常非常少數的 關於阿彌陀佛 內觀心法的一位指導老師以後 我覺得我身為一個瑜伽老師 我當然要從特別從北部下來 專程來跟他學習 師父教導我們如何用阿彌陀佛跟瑜伽 這樣搭配起來 從飲食開始 印度的一個特色 五行 五色 還有配合空洪活水土 跟著師父學了那麼多年的阿彌陀佛 其實那個東西你不需要學到很精磚 但是非常重要的是 你怎麼樣照顧自己的身體 印度說有七萬兩千個麥 麥都會通通了 我們呼吸很清楚 呼吸很好很順的時候 腦筋會很清楚 原來這位印度裔的師父 出生於馬來西亞 因緣際會十六歲在泰國出家 通達小城後再來台灣 學習漢傳佛教 之後更到美國進修天主教 再回印度學習古法瑜伽 更取得人類學學士 以及完成博士學位 如此大費周章 其中的因緣皆因為台灣法脈施工鼓勵 期待學成之後貢獻所學 將宗教通則真善美 內外皆回歸自然法則 透過身心靈的平衡運作 分享給台灣以及全世界 進而達到教化人心 米瓶世間災禍的終極大願 把瑜伽的哲學 還有瑜伽的一切有關係的知識 很想跟台灣人結緣 因為這是我們上人的心願 還有上人的心願 也是希望天宗把佛法 台灣的法佛教帶回去印度 就幫助印度的同胞 不只是傳授佛法和瑜伽 在現今印度佛教示威 法脈不存的情況下 印度師父更肩負著 復興的重責 台灣印度兩地奔波 祭平辦學 下次若是有機會 殘祥碰到這位印度師父的話 記得鼎禮打氣說一聲 記得張世銘 高雄報導 高雄嚴重窟的行李 有一間吃茶館 有時來做食品到煩賣雞人哥 全部都是怪獸的作用 而且老闆各種疊惰花 自己去雞人哥的家裡 每年吃怪獸噴出來哪些耕耕耕 去賣這個怪獸米全都調香 高雄嚴重區大智路的小巷內 這間日式吃茶館風格的小店 正在飄著雞蛋糕的香氣 走進店裡滿滿的 都是怪獸造型的擺設 老闆從小就是怪獸電影的粉絲 兩人花了四年多的時間 從日本和網路上 蒐集到各式各樣的怪獸周邊產品 意圓自己的童年夢想 怪獸造型本來自己就很喜歡 就是小時候就很喜歡那個怪獸 他覺得就很帥這樣子 他覺得如果把它做成雞蛋糕的樣子來說 應該會滿厲害的 對 所以後來就決定用怪獸造型 小時候就看到那個電視上 龍翔電影台啊 或者什麼播的怪獸的時候 就覺得很帥這樣子 那那個時候 還沒有錢可以買那些東西 所以長大的時候 就開始收集很多東西 這個怪獸的東西這樣 這裡其實是雞蛋糕專賣店 而且連雞蛋糕的造型都是怪獸 除了外觀可愛 兩人用心鑽研口感和口味 在味道上也絕對不馬虎 我當初去烘焙房學完之後 自己烤的 烤起來很乾 其實有些朋友試吃完 就是給我的回饋沒有到很好 所以我們後來又再自己去調整 自己去嘗試 然後就嘗試出來後來調出來的感覺 比較濕潤一點 比較像是蛋糕的口感 因為加了鮮奶 它比較 就是沒有再另外加水 然後也不會說 可能加一些額外的添加物 所以其實也之前遇過 有些客人他可能 容易會有脹氣的問題 可是他就說他吃我們的雞蛋糕不會 因為我們當初做的時候 就是想說 雞蛋糕的口味 一般大家比較常見 可能像是卡士達或Oreal 那我們就想說 既然雞蛋糕 我們要做外型跟人家不一樣 那我們內餡的話 也想說可以做特殊一點 那像原子兔奶就是 我們是用哥吉拉不是有一個色線 它放出來的色線是藍色的 那我們就是用蝶豆花 把它加入卡士達 然後染成藍色的內餡這樣 就是跟一般的卡士達比較不一樣 然後也是用天然的成分去做 把它煮過這樣子 所以其實小朋友吃的也是可以很安心 除了招牌蝶豆花卡士達 店裡還有少見的 紅酒蘋果檸檬乳酪 過去帶著餐車環島的經驗 更成為如今開店的靈感 因此出現了限定的剝皮辣椒口味 那還有像紅酒蘋果跟檸檬凝露 這兩種是 就是我們在做餡料的時候 我們覺得 一般去吃甜點 不是會吃到很精緻甜點的內餡 那我們想說 這麼精緻甜點的內餡 是不是我們也可以把它拿來當成 雞蛋糕的餡料 就是讓一般的平民小吃可以 就是你有不一樣的體驗這樣子 鍋皮辣椒 鍋皮辣椒 鍋皮辣椒是 我們在花蓮的時候 然後就 當地就遇到 也是很喜歡怪獸的朋友 然後他們就 推薦我們說 欸你們怎麼 就是因為我們那時候就想很久想說 要找甜的 甜的內餡 可是他們就說 欸那你要不要 就是有一種逆向操作的感覺 就是包一個鹹的 就是比較特殊 那想不到包進去之後就是 反應還蠻好的 就是他們覺得這樣 鹹 就是有點辣辣鹹鹹的 然後又加上雞蛋糕麵糊的香氣 就是 蹦出一個新的味道這樣子 我是桃園來的 然後是在FB跟IG看到 就剛好這幾天來高雄玩 就 就順道來這邊 真滿喜歡怪獸哥吉蘭 就 還滿喜歡這裡店裡面的氛圍 就是滿日系的 今天點蝶豆花跟當日限定商 是很口味 還不錯 蝶豆花吃起來 甜甜的 然後它的顏色剛好也是 像哥吉拉吐出來的那個原子一樣 對 因為對怪獸的熱愛 還有對美食的夢想 老闆一路從經營餐車到開店 都有許多回頭客造訪支持 下次到高雄鹽城區 不妨到這間可愛的怪獸小店 來斷輕鬆的下午茶時光 據了吳家衛李凡飛高雄報導 內衛藝術中心跟政修科大合作 設計專台第一作開放式的藝術修學中心 不只邀請專業的修學書來進行 而且套館公開的電視 將修好跟保障藝術品的過程 開放給民眾來參觀了解 內衛藝術中心於2022年底全新開幕 作為一個新型態的美術館 官方規劃打造跨域的藝術典藏教育中心 期盼跳脫常見的殿堂式美術館空間 成為高雄在地的聯合典藏庫房 當初我們在規劃就是面對內衛社區的一個新的館設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回歸到高雄市專業文化機構 轄下行政法人的三個館設 包含高媒館、高時博還有電影館 這三個館設對於典藏空間的需求 所以的話最早先我們期望在這邊能夠擁有一個三館聯合的庫房 因此的話我們也去搜尋國際上一些博物館、美術館的一些經驗 將博物館的後場就是向觀眾打開 它不僅僅是一個博物館教育的一環 那同時也讓觀眾可以更知道博物館後場的一些計劃 還有在做的一些事情 這個計劃也是在文化部的一個補助之下 來去做的一個新的館設 我們最後是決定用教育中心這樣的一個方向 來去做規劃 這個教育中心完成之後 第二期我們會希望說能夠實現 典藏庫房的一個願望 然後以及各類的這個修復中心 在新的這個建築物的一個實現 除了邀請專業修復師進駐館內 館方透過大片玻璃落地窗 公開展示給所有路過的民眾 讓修復中心在保存和修復文物的同時 身負教育意義 那除此之外的話 修復是我們博物館的一個內部的作業 一般是不對外開放的 然後這個典藏庫房是可以讓觀眾走進去的 它可以在一定的管制以及規劃之下 觀眾可以適度地走到我們的典藏空間裡面 對於一般的民眾來說 它或許也是一個實用的知識或者是技巧 很多的民眾它其實都會有些小收藏品 就算是公仔也好 或就算是玩偶 或者是說一些器物 你知道你要怎麼去維護他們嗎 你知道你要怎麼去好好的保存他們嗎 在這個新的館舍的想像的話 我們會希望它是更打開的 然後對民眾開放的 而不僅僅是美術館博物館 在我們的廠後執行的一件事情 中修科大多年來累積修復相關的豐富知識 內維修復中心借助學校具備的經驗 透過雙方合作並導入科技技術 以正確且合適的方式讓工藝品再現新生 我們鎮修科大跟美術館這邊合作的方式 就是以三年為期限 目前第一年是以油畫的作品為修復的一個方向 我覺得如果以我們這樣子修了十幾年的經驗來講 技術本位應該不是問題 但是就是在藝術家他創作的一個理念 跟我們要怎麼去判斷 這個部分對我們來講是比較困難的一點 因為要去做很多的研究跟很多的討論 那目前為止的話是修復過的作品 就是Re-Restoration對我們來講是比較困難一點 對因為我們要做更多的一個研究 這個是藝術家的補柄嗎 還是說這個是修復師修過的 然後它這個部分是需要保留下來呢 是呈現藝術家的一個風格呢 這個我們都要透過一些科學的分析 跟一些材料的研究才能去得到一個答案 那有了這個答案之後我們才能夠去做修復的這個動作 為擴展城市點藏的多元價值 修復中心定期舉辦修復職人講座 技術問診與體驗導覽等活動 期盼藉由打開場域的方式 全方位提升民眾的文物保存概念 接著吳家衛李凡菲高雄採訪報導 感謝你收看六月二十八號的中家台南台風新聞 我是親密傳我們再會 我們一定會見到發生的好思念 我們下次見大家看看 本節目一會說回來 我們下次代我是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